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真剑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上个世纪的温情科幻电影 《天荒情未了》 它讲述了一个空军飞行员 因无法接受爱人将要死亡 决定参与冷冻实验逃避现实 现在却是50年以后的故事 虽然听起来故事有些俗套 但当那句沉寂了50年的 Would you marry me? 从南珠口中说出来的时候 没有人能不为之动容 Zani是个空军飞行员 不擅长交界的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一个是科学家好友 另一个是漂亮的女友海伦 这天在聚会上 好友宣布自己的妻子怀孕的喜讯 刺激了戴妮 本就想和女友共同一生的她 当即就下定决心要和女友求婚 但是当女友来到她面前时 她又支支吾吾的张不开嘴 女友因为工作上的事情赶着去加班 于是他们约好晚上见面 戴妮本想借这点时间好好准备 可她没想到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女友刚出门就除了车祸 送进医院抢救后 所有的医生都告诉她 基本上不可能会醒过来了 心灰意冷的丹妮 自此整天待在家里抽烟酗酒 好友前来安慰 说起了自己为期一年的冷冻真人实验 遭受巨大打击的丹妮毫不犹豫地说 自己要参与 她不想看着自己最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而她作为一个军人身体素质过硬 没有家人没有负担 是最好的实验对象 在丹妮的坚持下 好友答应了 丹妮就这样进入了冷冻室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两个小孩无意中闯进了放置冷冻室的仓库 调逼但奈德将冷冻室打开后 震惊地发现里面冻着一个死人 而且还会冻 丹妮无意识地一把拽住了奈德的外套 把两个孩子吓得魂飞魄赛跑回了家 但是家里的大人都不相信他们说的话 觉得他们是在瞎掰 经过一段时间的解冻 丹妮醒了过来 在街上随便拿了两件衣服穿 而后她震惊地发现 距离她进入冷冻室的时间 已经过去了50年 她立刻联系了军队里的长官 但是长官也不信她的胡言乱语 丹妮只好自行离开 靠奈德衣服上刺的地址找到了她 并从她口中得知 冷冻室和一堆垃圾放在一起 这明明是一个为期一年的实验 怎么会变得无人问津呢 当年的好友又去了哪 为什么置自己于不顾 此时丹妮的心里充满了疑问 在奈德的教导下 她学着使用现代的工具联系好友 但是几十年过去了 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改变 丹妮不出所料的 没有得到关于好友的任何信息 但是她凭借自己的美色走了捷径 让图书馆的工作人员 帮她走关系找好友 无处可去的丹妮理所当然地 躲在了奈德的小书屋里 毕竟是个半路闯出来的陌生人 奈德没有理由带她回家 细心的奈德给她找来了一本历史大事记 让她清晰快速地了解 这50年来发生了什么 就在丹妮专心看书的时候 突然听到屋子里奈德妈妈的叫喊声 是她的前男友又来骚扰她了 还对她动手动脚 丹妮看不下去 立刻冲到屋子里 教训了前男友一顿 将她赶跑 奈德妈妈看着这个善良的陌生人 决定收留她过夜 奈德虽然对此表示吃惊 但也非常开心 第二天一大早 丹妮就收到了工作人员的信息 说找到了好友 丹妮只是个和好友同名的人 丹妮非常失落 奈德跑出来和她聊天安慰她 要她叫自己开飞机 不过丹妮拒绝了 因为她没有飞行甲克 也没有飞机 另一边的军方长官突然发现了 从仓库里拿出来的冷冻室 她这才意识到丹妮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于是她立马上报 这个消息惊动了联邦 因为这项冷冻技术领先了现在几十年 而丹妮一直在找的那个科学家好友 在她进入冷冻舱之后的两个月 就因活再死了 由于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项实验 冷冻舱被当作热水器封存 所以丹妮才会沉睡这么久 现在丹妮是他们获得这项技术的唯一手段 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 必须把她给找回来 接住在奈德家的丹妮不好意思白吃白喝 所以她会帮母子俩做做饭修修屋子 这天在修漏水的屋顶时 奈德爬上来跟她说自己爱上了一个女孩 可她才十岁 丹妮皱着眉头冷漠地叫她放弃那个女孩 这不是她这个年纪该想的事情 突然丹妮全身抽搐差点要下房顶 这着实笑坏了两人 当晚丹妮在家里发现了一张和她女友最爱的音乐碟 在悠扬的音乐声中 她又想起了那份无比真挚 却没有结果的感情 她立刻跑到楼上奈德的房间告诉她 一定不能放弃喜欢的女孩 而且一定要尽快告诉她自己的感觉 对她表白 虽然这很难 但一定要让她知道 因为很有可能错过一次机会就不会再有下次了 于是奈德偷偷溜出了家门 用石头扎小女孩的窗户把她吵醒 对她唱了一首情歌 还当着女孩爸爸的面和她表白 虽然被赶走 但是看到女孩最后的那抹微笑 怎么都止了 第二天奈德放学回家 不知道从哪里给丹妮找来了一件飞行夹克 让她在树屋里叫自己开飞机 倾盆大雨伴随着轰鸣的闪电 给他们真实地营造出了驾驶飞机的感觉 突然丹妮在随抽搐掉下了树屋 晕倒在了草地上 奈德赶紧呼叫救援将她送进医院 同时联邦也收到了这个消息 立刻前往医院想将丹妮带回去 受到冷冻食烟副作用的影响 丹妮患上了早晒症 所以才会时不时地出现抽搐晕倒的症状 现在的她正在急所老化 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 但是有一个消息值得高兴 虽然好友已经死了 但是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她女儿的地址 奈德妈妈立刻带着丹妮前往 幸好好友女儿将她所有的东西都保存了下来 包括冷冻食验的所有记录 丹妮也从她口中得知女友海伦并没有死 她塑醒过后嫁了别人 不过她的丈夫在七年前死了 她现在是孤身一人 女儿告知了丹妮海伦的地址 可路途太远 后面又有联邦的追兵 他们没办法开车前往 于是丹妮被奈德妈妈送到了航空展上 开着一架飞机跑了 联邦的人想要到只是冷冻技术 并不是丹妮 所以当奈德妈妈将一大落冷冻研究资料 交给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理所当然地放弃了对丹妮的追捕 没想到的是 奈德竟然也偷偷跟上了丹妮的飞机 不过幸好她跟了上来 所以才能在丹妮身体不受控制的抽搐的时候 在她的指导下 操控飞机安全地完成降落 两人抵达了海伦所在的海边别墅 一个老夫人提着花篮从远处走来 她一眼就认出了眼前急速衰老 已是满头白发的丹妮 两个人紧紧地相拥 这50年没有白等 虽然他们所生的日子已经不多 但能够和最爱的人携手走过剩下的芬芬苗苗 也是此生无憾了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了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等待之爱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媚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刊顶 下期见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